今年五月份震驚社會的台鐵性侵案判決出爐 書信嫌犯被判處六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家屬認為判太輕了 決定要上訴 五月台鐵性侵案一名書信男子在車廂 廁所內性侵一名女學生 現在判決下來 他只被判刑六年有期徒刑 聽到人都覺得實在判太輕了 太輕了 為什麼 就是他給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還在長大 他就這樣給他一個隱蔭 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太便宜好了 只女受到這樣的傷害 應該是會覺得對方是越重越好 書信男子建當 實車廂沒有其他人 將女學生拖往廁所 性侵長達17分鐘 這期百年台鐵首度性侵案 震驚社會 台鐵搭車安全也因此亮了紅燈 我的朋友 就在第一車比較接近我們車廂的事 有啊 都有加強 加強 請我們要求我們 一定要加強巡視 這女性乘客根本不甩你啊 台鐵加強乘客搭車安全 不過還是要提醒女性民眾 盡量往人多的車廂移動 在判決部分 何怡婷認為蘇西男子事後有回憶 加上手段並沒有太殘忍 因此判刑六年有期徒刑 被害人家屬根本沒有辦法接受 打算再提上訴 明星黃明升評論報導